小姨子深夜喝醉回来 错把姐夫当成自己的男友抱了上去 志祥赶紧将她推开 却不料被家里的保姆看到 还拍下了照片 保姆叫天空 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复仇 七年前她是志祥的女友 且已经怀有身孕 可因为吃错药导致流产 给她开药的妇科医生 正是志祥现在的妻子小慧 天空错误地将责任怪到了小慧身上 经过整容后 她带着愤恨回来复仇 不仅要报复小慧 还想着将他们一家都拆散 妹妹小雅在开车的路上 突然看到天空发来的照片 一时间的失神 就造成了车祸 也正是这场车祸 打破了天空的计划 她约到了小雅的男友 正准备拿着照片去添油加醋 两人刚见面 男友就接到电话匆匆离开 天空的计划虽然落空 却横上了另外的时段 小慧给妹妹办理完手续后 拿到了小雅的手机 意外看到了里边的照片 小慧的呼吸一顿急促 还没缓过来 就看到匆匆赶来的丈夫 泪水不禁哗哗往下流 志祥却以为 她是在为妹妹的车祸伤心 病房里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妹妹 又看到旁边的志祥 小慧恨不得拿起花瓶 狠狠地砸到这个渣男身上 当然这只是幻想 事情没搞清楚前 小慧决定当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 小雅终于醒来 看着来看望自己的姐姐 她主动道出了全部事情 最终得到了姐姐的谅解 天空早已经被小慧赶走 但这保姆的三番五次挑事 也让姐妹俩人知道 事情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